蓝斯洛特身上有两名附着的辅助型艺人 而且每个人的能力都非常突出 这让张艺都不禁有些嫉妒 尤其是绿骑士暴思的能力 可以直接让蓝斯洛特的战斗力提升很大一减 一时之间 张艺没有好的办法突破蓝斯洛特的防御 只能够选择先做防守观望 只不过她的防御是以攻戴手 张艺与花花交换了眼神 一人一猫之间的默契已经足够 不需要言语 张艺从左侧 花花从右侧 开始持续不断地对蓝斯洛特发起攻击 他们的攻击虽然凶猛 但是无法伤及暴思与蓝斯洛特的本体 树从就会不断地再生 要知道 当初就连那十国的大将军 齐利多安 都被这一招活生生地折磨死了 张艺不会落入同样的境地 论防守 他可也是很在行的 在进攻无果之后 张艺选择放弃进攻 而是任由树从朝他袭来 次元之门大开 很快茂密的树从 直接冲入了张艺的次元之门内部 空间异能 单纯的物理攻击很难奏效 但是防御力却有其极限 蓝斯洛特口中 默默念着他所了解到的 关于张艺的情报 下一刻 他的左手按在了树中箭上 呼 黑色的火焰汹涌地燃烧起来 沿着无数条藤腕 刹那之间冲向张艺 堕天静言 火焰沿着藤腕 瞬间来到了张艺的身前 进入他的一空间之内 张艺顿时感觉到 一股特殊的力量 开始对他的空间进行侵蚀 这种火焰不寻常 张艺眸光一闪 却没有选择立刻截断树丛 而是继续任由树丛 涌入自己的一空间之内 同样的一空间 他掌握有三千座 所以他不介意 故意牺牲一处空间 来争取洞悉对方 能力特性的机会 与此同时 他手中胜财挥出 截断大量的藤腕 然后收入了一空间之内 首先 要确认离开本体之后的植物 是否还拥有活性 是否像真正的树木一样 可以复制 张艺抬起头 此时他身周四面八方 早已经被燃烧着 黑色地狱之炎的藤腕 包裹了起来 他们争先恐后 涌入张艺的次元之门 张艺甚至看不到 外界发生了什么 不过以他的防御力 这种地狱之炎 想要彻底破开 他的三千道次元之门防御 按照这个速度进行下去 起码需要腐蚀16个小时 短时间内 不需要担心被破开防御 而且他体内的异能 也根本不可能支撑他 持续不断16个小时的攻击 张艺的心中有了很大的底气 只要他的防御不破 他就先天立于无敌的境地 神灭 张艺直接发动能力 震碎了眼前所有的藤腕 他和花花一起 一左一右地 继续对兰斯洛特发动袭击 他们都没有近身 哪怕身为猫科动物 近身搏杀强悍的花花 也在远处发射高能粒子光束 可是 面对这种程度的攻击 兰斯洛特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只需要利用束中箭 就可以尽数挡下 他知道 张艺也没有发动权力 不清楚对方的底细之前 他们都不敢暴露太多的底牌 剑招拆招 等弄清楚对方的真正能力之后 再做出决定性的一击 这才是最稳妥的战斗方式 兰斯洛特举起右手的束中箭 淡淡地说道 绝对防御等名号倒是听说过 据说目前为止 还没有谁能够打破你的防御 甚至没有人让你受过伤 这一点 我相当感兴趣 他手中的束中箭 闪过一抹虚幻的光影 由异能所化作的征服之箭 康格尔 此刻与束中箭合为一体 这个世界上 没有无法攻陷的堡垒 征服者 就是为了击破一座座 看似牢不可破的堡垒而存在的 兰斯洛特的最强攻击手段 就在这把箭上 而融合了束中箭之后 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 他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准 这一刻 他攻 张艺手 兰斯洛特从束从当中 如闪电般冲向张艺 手中的箭膨胀起来 无数条藤腕凝聚成的大箭 如同一个畸形的怪物 却莫名地带给人沉重的压迫力 滔天的黑炎 在他的周身燃烧起来 他脸上的666标记 诡异地扭曲着 随后 便是朴实无华的一箭 迎头斩向被三千道次元之门 死死保护起来的张艺 这一箭斩落 来自地狱深处的火焰瞬间爆发 张艺甚至看到 一颗巨大的恶魔头颅 在兰斯洛特的背后凝笑 征服之箭康格尔 其所附带的属性是破防 当他与张艺的次元之门 发生触碰的时候 无声无息 只是在异次元空间的深处 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炸 一刀下去 七道次元之门直接被斩碎 但是黑暗的火光之下 张艺也露出了笑脸 不这样做 你怎么会亲自送到我面前来呢 不进身站 张艺难以突破树中箭的防御 兰斯洛特也无法斩破 张艺的次元之门 可进身站 那么双方都有了机会 凝炼虚空之力 张艺拔刀 虚空的力量 早已经被他凝炼于刀鞘之中 所以那把横刀拔出来的时候 如同释放出邪魔一般 汹涌的虚空力量疯狂地涌出 连带着张艺身处的空间 都一片扭曲 擅长防御 而不擅长攻击 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他只是不喜欢 但不喜欢和做不到 并不是一码式 兰斯洛特一剑劈碎了 他七道次元之门 张艺也一刀斜斜斜向他的身躯 短距离内爆发的惊人力量 让兰斯洛特也有些变了脸色 情报当中 这家伙不是指擅长防御 而攻击力低于异能指数吗 仓促之间 他只能够举起手中的守护盾 长刀如同黑月一般 狠狠撞击在他的守护盾上 所爆发出的冲击力 让整个宫殿都开始剧烈地晃动 咔嚓 兰斯洛特手中的守护盾硬生裂开 他整个人也被巨大的力量抛飞出去 不过很快 身后生长的藤腕就接住了他的身躯 哼 兰斯洛特闷哼了一声 对张艺攻击力的判断失误 让他受到了不轻的伤势 但是很快 阿格归文就治愈了他的内伤 让他恢复到完美的战斗姿态 张艺与兰斯洛特初次的正面碰撞 张艺稍微占据了一些上风 但这种优势 很快就被阿格归文的治愈性能力给抹平 两个人对于彼此的能力都感觉到了棘手 直到遇上了不好对付的家伙 张艺的右眼当中 光线扭曲 神灭迅速地发动 摧毁一切 试图接近他的巨大藤腕 避免由藤腕蔓延到自己的一空间之后 带来堕天静言 俯视他的一空间 一点机会 他都不会给兰斯洛特留下 一击过后 兰斯洛特的眸光 也变得谨慎了许多 绝对防御 还真不是说说而已 他对我的感觉 简直就像是一个在身上 套了千百层铠甲的战士 只有使用最强的攻击 征服之剑 才有机会突破他的防线 可也仅仅是摧毁了七层空间门飞 可是看样子 这对他来说 根本就不痛不痒 可是 他同样也有机会 对我发起攻击 先出手进攻的人 则容易露出自身的破绽 原来如此吗 张艺此时内心也不平静 像刚刚那样的斩机 必须凝炼虚空力量 才能发挥出来 也就是说 对他而言 也是使用次数有限的技能 不可能无限制的使用 真正拼对攻的话 他肯定不及兰斯洛特 但是好在 他的三千道次元之门 留给他足够的周旋的空间 单单靠我自己的能力 想要赢下眼前这个家伙的可能性 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他的两名辅助能力 太棘手了 但是 我输的可能性 连百分之五都不到 他想突破我的防御可能性 也极低 两个同样都是攻守兼备 而又战斗意识超群的对手 之间爆发的战斗 无疑是一场 谁都无法预料结果的熬战 但是 双方的内心 无论怎样思考 战斗却是丝毫都不会停止 张艺与花花分左右两侧 不断地对兰斯洛特发起攻击 只有这样 才能不给对方留下思考对策的空间 树丛不断地被摧毁 然后借助他的力量重生 疯狂地与张艺和花花 抢占宫殿里面的空间 如果对手只有混沌一个人的话 我可以放松一部分防御 用绝对的力量 先破开他的防御 但是 旁边还有一只棘手的猫科动物 虽然他对我造不成致命的危险 可一旦我将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混沌的身上 他绝对有机会杀死我 真是麻烦 哼 花花发出一道巨大的高能粒子光束 射向兰斯洛特 兰斯洛特不厌其烦 手中巨剑猛地斩下 朵天竟然疯狂蔓延过来 可是 就在对花花产生了杀意的刹那 另一个方向的张艺 果断把握住了机会 撤回长刀 猛地朝他斩落 一道巨大的黑色刀芒 如同弯月一般 从天花板斩落 披向他的头颅 兰斯洛特不得不奋出精力 再度召唤出大量的藤腕 作为缓冲 层层叠叠的巨大藤腕 硬生生消耗掉了张艺剑锋的威力 不过很快 花花身下的地面 发出一声脆响 他宁眸低头一看 身下的白色地板瞬间破碎 数百根绿色的藤腕 如同毒蛇一般 直奔他的身躯而来 杖石拥有可以抵抗 异能冲击的作用 但是植物的生长 却可以在最坚硬的物质上面 留下伤痕 花花浑身立刻炸毛 整只猫变成了一只黑色的刺猬 每一个毛发 都如同钢针搬立了起来 藤腕划过他的身躯 差一点割破他的身躯 大片大片的钢针 叮叮当当掉落了一地 花花怒了 朝着兰斯洛特怒吼着发出吐息 张艺重新将圣材插入刀鞘当中 虚空的力量也开始凝聚 做出拔刀的态势 兰斯洛特通过刚刚那一击 捕捉到了张艺攻击力的变化 他的强力斩击 需要蓄力来发出 然后每当使用之后 力量都会有一段时间的弱化 所以说 只需要抓住他出招的空隙 去破除他的防御就行了 把握了这一点之后 兰斯洛特嘴角的效益 变得浓郁了许多 树中箭爆发出成片的森林 减缓张艺与花花的双重攻击 等到力量靠近兰斯洛特的时候 已经被消除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杀伤力 剩下的根本无法越过他的守护之盾 哪怕是受伤 阿格归文也能够迅速为他治愈 一切非致命伤势 三位一体 这是几乎没有任何死角的组合 反倒是张艺 因为局限于圣灵殿的狭小范围 以及被战时限制了空间穿梭的能力 灵动性受到了不小的约束 连带着 他最引以为傲的远程攻击手段 也无法发挥作用 张艺的表情愈发的凝重 他此时此刻已经感觉到 情况在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 而这时 兰斯洛特已经借助数从的眼印 朝着他迅速杀了过来 张艺毫不犹豫 右手食指如同手枪般指向前方 一枚虚空球体在指尖凝聚而出 迅速变成巨大的虚空黑球 朝着前方螺旋冲击过去 碰 碰 碰 树中间迅速膨胀 延伸出数不清的藤蔓 瞬间遮挡住了张艺眼前的视线 剧烈的空间波动 甚至让张艺无法迅速确认 兰斯洛特的位置 张艺意识到兰斯洛特的目的 在本旧空间不算特别大的区域 近战更加强大的兰斯洛特 可以借助数从来靠近张艺 第一次碰撞 他看似在张艺手上吃了亏 但同时也得到了关于张艺近战的情报 那么第二次 他必定是有备而来 果然如同张艺料想的那样 他的右上方 树丛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兰斯洛特的身影从中现身 他的周身燃烧着恐怖的堕天静岩 右手的征服之剑与树中剑的结合 体散发着强大的异能威压 朝着张艺狠批了过来 张艺的右手迅速握住刀桥中的长刀 他的刀法已经算较为娴熟 不过按照梁岳的说法 面对真正的高手 最好还是不要选择正面硬拼 但是为了保命 总需要练一些绝招 在关键时刻对敌 玩刀他可能不在行 但是一手拔刀术 结合凝炼虚空的蓄力攻击 却被他玩得极为熟练 所以 面对兰斯洛特的突袭 张艺一刀骤然拔出 朝着他猛斩了过去